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在Stanso 就是 Stanso 新南威爾斯 跟昆斯蘭交接處的內陸鎖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地的一個 優惠美食方案 然後我們先跟大家講 這裡在哪裡 給大家看一下 Stanso Cube Wars 進 轉交旁邊 這一間就是在 Stanso的握室的鞋對面 Half的旁邊 不是酒吧喔 剛剛我們誤傳酒吧那邊 然後在酒吧旁邊的一間 來看一下裡面裝潢 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好啦 所以記得千萬不要走錯 就是 不要走到酒吧 不然就是會 你會點不到對不對 然後來照餐點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日的 午餐跟晚餐 那聽好了 午餐跟晚餐 會有五塊錢優惠 就是特價優惠 有牛排薯條沙拉 這樣子一份只要五塊錢 然後如果有來的朋友 就是可以來這裡吃 每當這個優惠時段 都會有很多 台灣人啊 這些亞洲人在這邊的農產 然後怎麼點咧 你就跟櫃台說 Special Steak 就可以點了 我們Cue一下我們的美食 大家這邊 分享一下好不好吃 口感 我還沒吃耶 你比較會 講吃的口感 不是說不酷我嗎 你就一點很會吃的樣子 吃一口跟大家講 什麼叫一點很會吃 就講一下這個牛排的感覺 口感 切的時候就可以知道 然後我們的牛排都是叫五分熟 待會兒這個原理 Samson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嫩不嫩 我們就吃了 終於有講 還蠻嫩的 超多汁 超汁 我們去那個 凱恩吃的時候啊 就是當地的一個導遊跟我們說 澳洲的牛肉 點七分熟就是全熟 五分熟就是七分熟 三分熟就是五分熟 以此類類 所以我們剛剛點的是五分熟 來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側面 有沒有看到 對焦一下 這個是五分 大家不要想說五分會非常深 五分就等於七分 所以大家如果來澳洲吃牛排的話 一定要點五分就好 不然點七分 會有那種焦焦的味道 就過熟 鳥肉就太熟就不好吃 好啦 那大概就這樣 大家記得要來吃 來來 謝謝